我们现在开始进入VT图 这是一个重点 我们打点计时器有点的分配 我告诉你说加上数字可以考一些计算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画个VT图 那画了VT图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事情 第一个看他做什么运动 等一下会问你 再来就要比大小后面也会告诉你怎么比大小 这个我们类似的东西做过了 前面在XT图的时候做过类似的事了 再来就是算 而这里可以算两件事情 一个可以算加速度 一个可以算问移 也就是他的变化会比较多 所以在计算题上面 这个是相对而言比较喜欢考的计算 因为他的变化比较多 第一件事情是看他做什么运动 如果我的VT图画这样做什么运动 这什么意思啊 现在速度 然后速度 接着速度 一直都是什么运动 等速度运动 这叫做等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 那如果长这样呢 长这样什么意思啊 讲就是经过一个时间变化这么多 经过一个时间变化这么多 经过相同的时间变化一样多 那这是什么运动啊 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 那如果改成这样呢 还是 等加速度运动 那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呢 后面会问你 后面会问你说那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也会问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啥运动 也是等加速度运动 也是等加速度运动 那如果这样 还是等加速度 但是哪里呢 不太一样 你可以想一下 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哪里不太一样 哪里不太一样 我前面有讲过一个 什么正直负直 有没有 类似那样的东西 OK 它也叫等加速度运动 从刚才的图形当中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VT图的直线 可以代表加速度 如果从头到尾 只有一条直线 就表示从头到尾 就只有一个加速度 就是做所谓的 等加速度运动 这句话 我后面会再说一次 这个也就是一个 观念上的重点 VT图的直线 会代表加速度 从头到尾 只有一条直线 就表示只有一个加速度 做等加速度运动 那如果像这样呢 弯弯的线 等于是很多条直线 凑出来的嘛 就表示它有很多个加速度嘛 都不一样嘛 所以是什么运动 就是所谓的 非等加速度运动 非等加速运动 我们国中几乎 不会碰到这种题目 国中几乎都不会提到这种事情 我们给你的就是 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 OK 这就是 我们要会的第一件事情 我画了VT图给你之后 你可以从当中看出来 它做哪一种运动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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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